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段婚姻 前夫就是著名歌手哈利与成庆 二人还遇有一个儿子哈利与汉妹 虽然义能静与与成庆离婚了 儿子哈利也被看给了前夫抚养 但母子二人的关系并然因此受到影响 这些年 哈利也经常和母亲待在一起 对义能静十分孝顺 而义能静对自己的儿子也非常骄傲 近几年经常在社交账号分享儿子的点滴 但他同时也对儿子十分保护 善照要不让儿子已被引出镜 要不就直接用马赛克遮挡住其重要五官 似乎并不想让儿子的长相曝光 不过近日 已能静十八岁儿子的个人社交账号曝光了 因此 他的高清正脸照也随着曝光了 照片中 哈利身材高大 五官虽然一般 但也十分耐看 皮肤细腻光滑 头发也十分浓密 戴着眼镜显得气质欲发乖巧 整体来看哈利和爸爸语成近年轻时更为相像 也有网友发现哈利多次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晒出了自己穿女装的照片 长假发配超短裙 妆容精致 性感热辣 审议也很到外 妥妥的女装大佬一枚 对于已能静儿子穿女装仪式 大家也是一件不一 有网友认为 穿女装是个人喜好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女生可以男友风 男生也可以女友风 我们应该尊重哈利的个性和兴趣 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已能静的儿子过孕娘 甚至还质疑其性取向 其实 大可不必 十八岁的哈利似乎已经有女友了呢 她曾经投出过与一位年轻女生接吻的照片 一次已经有了女友 一能静儿子的社交账号曝光 也令人不禁猜测 难道这是要进去娱乐圈的节奏 近年来 许多新二代都选择了走父母 走过的路 比如凯莉的女儿张柯仪 红心的儿子张高连都出道了 而一能静近几年也是频频晒出儿子的照片 此前她生日时 就用晒儿子给自己画的画 又和儿子女儿一起开直播 近来还晒出了儿子教自己跳舞的视频 如今哈利的长相之谜也彻底揭开 令人不禁怀疑 她也了解祝爸爸和妈妈的便利 进军娱乐圈了 其实 如果哈利真的有这个打算的话 也完全可以 毕竟她颜值尚可 某些角度有点像流血滑 某些角度又像奇思君 身材也很高大 有自带关注度 一能静更是曾自豪地透露儿子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不仅考上了英国最拿考的设计学院 功课从来都是以上 还掌握了写歌 画画 跳舞 弹琴等多项特长 为人有孝顺懂事 完全就是正能量偶像的标配吗 如果哈利有一天出道你会pick他吗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